這段時間 中台山陀兒持續逼近台灣 氣象署預估 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 將會發布陸上警報 關於颱風的最新動態 時間交給靜怡 好 首先我們從衛星雲圖來看 這個颱風山陀兒 是在今天接近11點左右 增強為中度颱風 但是它移動的速度並不快 大概每小時就10公里左右 預估未來的2到3天 它同樣速度不會快 目前它最新的位置 是在俄灣比東南方 430公里的海面上 因此氣象署持續針對的是 在巴士海峽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隨著這個颱風山陀兒的接近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的範圍 也會跟著擴大 至於它的強度 剛剛提到了 它已經達到了中台等級 而它的七級風暴風半徑 是來到了180公里 隨著它接近台灣的過程當中 強度可能會再增強 另外暴風圈的半徑 也可能再擴大 大家一定要特別的留意當心了 而接下來我們從 路徑潛式預報圖要來告訴您 這個颱風山陀兒 它預估在今天是星期天 明天週一會逐漸的接近台灣 而到了週二的這個時間點 就是它要逐漸北轉的過程了 而週三它會走到這裡 週四在這邊 而從目前的這個路徑看起來 其實比起 氣象署先前公布的路徑 還要再更貼近花東 也就是說這個颱風山陀兒 其實現在越來越接近台灣了 大家一定要特別的留意當心了 而大家很好奇當然就是 它如何會影響台灣的降雨呢 在今天要提醒大家 有下雨的區域 明天還是會持續的下 像是今天包括了在桃園以北 那麼東半部一直到恆春半島 都是有降雨的情況 明天這些區域還是會持續的下雨 而這個颱風路徑看起來 就是在台灣的東半部 會是首當其衝的 好 那麼未來一週的 降雨趨勢如何呢 我們從最劇烈天氣 要帶您掌握 首先在明天持續受到這個颱風 山陀兒外圍環流的影響 要提醒大家在北部還有東半部 會有局部的豪雨 而再來就是周二和周三的這兩天 就會是這個颱風山陀兒 距離台灣最近 那麼影響最劇烈的時間點 兩天就是周二和周三 在周二和周三要特別提醒大家 全台各地都會降雨 尤其是北部 東半部 還有在中部的山區 都可能會來到局部大雨 甚至是豪雨等級以上的這種雨量 另外就是在特別提醒 在東半部還有在北部的山區 都可能會來到局部 豪雨等級以上的雨勢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工作了 而預估這個颱風 會周四之後逐步的遠離 但是降雨情形如何 還是要看這個颱風 它遠離的速度 遠離的方向如何 再來做最後的決定 但不管如何要提醒大家的是 隨著颱風越來越逼進台灣了 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工作 另外也要非必要 盡量不要前往山區 或是海邊活動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再把時間交換給小涵 十二探訪的看動笑 我是李杜惠 加油